不知道抗疫茶饮是清冠药 现在有进阶版是可以让你天天喝的 对 因为像清冠一号是否 我们说的Delta Alpha病毒 在去年时候非常红 但是你知道我们既然在巨人的肩膀上 其实今年已经到了Omicron 是它的妹妹了 到BA了 或者是XESL 我们就不能没守成规 因为清冠一号它本身是微凉 但是不要担心 现在已经是春夏了 其他微凉你的中医师都会帮你去调控 但是既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其实今年你会发现 事实上Omicron它是一个很nice 很好心的 它的一个蛋白酶 已经没有去 它已经削弱了 已经没有办法跟我们的肺泡去结合 它变上呼吸道 于是乎有很多人咳得快死掉 胸很痛 干咳 声音杀哑 我跟他视讯的时候就很可怕 我觉得他一咳嗽 我觉得你是不是要跳出一幕来 咳到已经很可怕 就那一张都咳出来 好 于是乎我们就加上了一个 在伤寒论条文的汗出喘 咳 肺中有热 我们家的杏仁和脊梗 问题是 这时候有个病人是 他其实他很多时候 我们要预防他的脑伤 跟心血管问题的退化 因为很多病人像 他像我们变得了两个多月三个月 他整个倦怠度完全起不来 所以我们其实从轻症预防 已经拉到了后遗症 比方说他的脑部的退化和健忘 所以我们加了非常多红颈天 去增加他的充氧量 甚至加了连翘 因为他本身来说上下整个肠胃到 一直到现在三个月 都没有办法恢复 所以其实在清冠的一个 我自己自称是5.0 因为我们就换过五次配方了 就在清冠的时候 我们其实除了预防 包括你密切接触者 或是其实你很容易阴转阳的 在确诊前三天到第四天的时候 确诊者 还有在其实在家人为了清冠的 后遗症的一些脑部身体的一个预防 都是很好的一个处方 但是必须说现在有很多人是要居家照顾 那因为他的症状就像感冒也有 特别是会咳 那咳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中医加配水果 一起来做止咳的效果 对 因为在一个新冠的咳嗽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湿咳跟感冒一样的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干咳 干咳或清清咳 但清咳的事情又更严重了 它虽然咳嗽 我们没有像干咳的咳到胸痛 但是干咳配上鼻水供供牢 那你知道鼻水是这样 当你醒一个馄饨 或包一个水饺的时候 那一坨鼻涕其实身体要代谢30cc的 如果整天一直流鼻水 其实水分会代谢到很多 再这样我们发现 后遗症是在于 不管是有没有用过激素的中重症 或轻症的 它整个眼睛 我们会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新冠患者 后遗症是眼睛干眼症一辈子 所以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一年半 一直在干 不知道寻求 不知道方法就干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 就是烹饪茶给大家 烹饪茶它很特别是 我们用了玉竹 还有这个百合 去滋润 然后安心神让它放松 就像苹果 白木耳汗 西瓜脆衣 西瓜脆衣就是在红色吃掉之后 削掉绿皮 白色部分 去让它整个在滋润 然后因为我们的西瓜 有一个特色是给消炎 热水水出 热水尿出 其实这个病人在咳嗽方面 会获得很好的缓解 而且代谢会要吸美收的 比较不会有尿少的情况 OK 所以这个介绍茶饮 介绍给大家了